许多人在考虑搬到一个新地方时都在寻求理想的天气 但是无论天气多么理想 花粉过敏使许多人待在家里 因为花槽树木盛开 促使眼睛发痒 喉咙疼痛和流鼻涕 虽然过敏的风险不是确定美国最佳居住地的一部分 但花粉水平的飙升可能会让对于花粉过敏的朋友们 很想知道去哪里才会有较少的季节性花粉热 为了计算过敏患者的最佳居住地 US News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引用了美国哮喘和过敏基金会 AFA 2022年过敏之都报告的结果 这个报告考虑了每个城市的花粉水平 过敏药物的使用和过敏专家的数量 为了提供更大的背景 也就是更多可能导致过敏问题的因素 最终排名的40%是基于2021年的良好空气质量的天数 这些数据来自美国环境保护局 空气质量指数表衡量空气污染水平 以及空气质量对敏感群体是否健康 请注意 由于美国一些地区的花粉数据有限 在美国150个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中 有92个被考虑在这个名单中 下面就是排名前15名的最适合花粉过敏者居住的地方 排名第15名的是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 在2022年到2023年最佳地点排名中 这个地方排名是27位 这里有城市人口365,450人 这里的房价中位数是237,000 平均年薪是62,560 环保局报告说 在2021年这里有230天的空气质量指数得到了良好的分数 说到花粉过敏 哮喘和过敏基金会将明尼阿波利斯列为20个最佳城市之一 其秋季和春季的过敏季节优于平均水平 对过敏药物和过敏专家的需求较少 排名第14名的是华盛顿州斯波坎市 在2022年的最佳地点排名是98名 这里有城市人口558,000 房价的中位数是276,000 平均年薪是53,960 斯波坎距离洛基山脉的山路大约25英里 对于寻求轻松进入山间小境的人来说 斯波坎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同时也需要从花粉和污染物中获得一点缓解 与校船和过敏基金会在报告中考虑的其他99个城市相比 斯波坎的花粉水平和过敏药物的使用都低于平均水平 根据环保局的数据 斯波坎在2021年只有10天被认为是不健康的 另外有8天被认为对敏感穷体是不健康的 排名第13的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最佳地点的排名是29 城市人口94万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33万 这里的平均年薪53,000 如果您是过敏体质并考虑在奥马哈扎根 您可以期待冲季的过敏季节比秋季好一点 总体而言 奥马哈的花粉水平处于平均范围 根据环保局数据 2021年记录的最高空气质量指数是150 这对敏感穷体来说不太健康 但却要远远低于美国的更高水平 排名第12的是佛罗里达州的麦尔斯堡 2022年最佳地点中的排名是第100位 这里有城市人口75万6千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40万5千 平均年薪是47,340美元 麦尔斯堡大多汇区 压倒性的良好空气质量 有助于弥补过敏药物的平均使用 和较高的花粉数量 2021年 麦尔斯堡市区经历了332个 空气质量指数良好的日子 只有33个中度的日子 这意味着很少有人因为空气中的污染物 而经历过任何的健康问题 根据校船和过敏基金会数据 在春季和秋季之间 过敏季节对科拉尔角来说大致相同 科拉尔角是麦尔斯堡都市区的一个城市 排名第11的是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 2022年最佳地点的排名是42名 这里有城市人口107万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24万 平均年薪54,550美元 在校船和过敏基金会列出的100个城市中 一是积极性过敏最差的 100是最好的 罗切斯特在中间的位置 此外在2021年 纽约北部都市区 罗切斯特有300个空气质量良好的日子 这有助于使免疫力低下 或有校船病的人不必留在室内 排名第10的是马萨州赛州的波士顿 2022年最佳地点排名是第18名 这里有城市人口485万4千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71万3千 平均年薪是73,850美元 冬季风暴在波士顿可能是臭名昭著的 但幸运的是居民不必担心特别严酷的冲击 和秋季的过敏季节 2021年多达281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良好 只有一天被认为是不健康的 去年的最高空气质量指数是153 排名第9的是华盛顿特区 2022年最佳地点的排名是第19名 城市人口有62万5千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53万5千美元 平均年薪77,210美元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DC 因每年春天的全国樱花节而闻名 虽然这个活动肯定会引起一些过敏源的痛扰 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这个地区的过敏症保持的比平均水平要好 华盛顿地区的秋季有较温和的花粉水平 根据环保局的数据 2021年全年有225天空气质量良好 130天空气质量中等 排名第8的是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海滩 在2022年最佳地点中的排名是106名 这里有城市人口176万8千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310810 平均年薪是52,170美元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弗吉尼亚海滩的花粉水平属于平均范围 在花粉、过敏药物的使用和该地区的过敏专家数量方面 秋季和春季大致相当 弗吉尼亚2021年的最高空气质量指数是94 尽管这一年的空气质量指数中位数仅仅是38 一般人在大多数时间都会经历健康的日子 排名第7的是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 奥古斯塔在最佳居住地综合排名中是第76位 这里有城市人口60万5000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269600 平均年薪48460美元 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 奥古斯塔的花粉水平、过敏药物的使用和过敏专家人数都处于平均范围 根据环保局数据 2021年只有7天被测量为对敏感群体不健康 空气质量的指数中位数是44 要高于全国平均38的水平 排名第6的是加州圣河赛 2022年最佳地点的排名是第5名 这里有城市人口198万5900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145万5700 平均年薪93,450美元 与美国大部分地区相比 圣河赛的花粉水平在冲季和秋季都很低 此外根据环保局的数据 圣河赛在2021年有221个空气质量指数良好的日子 大多回地区只有几天可能对一些人产生负面影响 2021年这里的最高空气质量指数是147 排名第5的是维斯康星州麦迪逊 2022年最佳地点的排名是第17名 这里有城市人口66,000 房屋价格的装备数是39,0950美元 平均年薪是57,680美元 根据环保局数据 2021年记录的最高空气质量指数是101 这对敏感群体如肺部疾病患者 老年人和幼儿来说不是很健康的水平 但是在麦迪逊 有245天的空气质量指数水平低于50 根据哮喘和过敏基金会的报告 麦迪逊的花风水平在冲季和秋季都好于平均水平 排名第4的是加州的旧金山 2022年在最佳地点中综合排名第10名 城市人口有470万9200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108万2875美元 平均的年薪是81840美元 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 旧金山的过敏季节比较温和 但秋季的花粉活动特别少 居民对过敏药物的需求也很少 在秋季 哮喘和过敏基金会名单上 唯一比旧金山的过敏季节指标低的城市是西雅图 在2021年有212天被报告为空气质量良好 但是如果您想利用旧金山的良好条件 就准备付出代价吧 旧金山的房屋价格中位数超过100万美元 排名第3的是北卡罗兰纳州的罗利和达勒姆 2022年最佳地点排名是第6名 这里有都市人口199万9千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436760美元 贫图年薪是59174美元 罗利和达勒姆都市区 为那些患有过敏症的人 提供了比贫图水平更好的环境 达勒姆市在测量的100个城市中 是春季对患有过敏症的人来说最好的地方 总体来说是第二好的地方 2021年有298个空气质量指数良好的日子 对于喜欢住在罗利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排名第2的是俄勒岗州的波特兰市 2022年在最佳地点中的综合排名是22名 这里有城市人口247万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60万1000 停留年薪是61860美元 在较低的花粉水平和必要的过敏药物使用方面 波特兰是榜单上第五好的地方 环保局在2021年报告说 波特兰有293个良好的空气质量指数日 还有71个中等的日子 排名第一的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在2022年最佳地点综合排名中是36名 这里有都市人口3928,000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是736,721美元 平均年薪是74,330美元 太平洋西北地区较多的雨水 导致西雅图及其周边地区有大量的树叶 但这并没有使过敏现象特别严重 花粉水平、过敏药物的使用和位于该地区的过敏专家的数量都低于全国贫穷水平 使这个城市成为哮喘和过敏基金会名单上最适合过敏症患者的好地方 根据环保局数据 2021年这个城市有263个空气质量良好的日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15个最适合花粉过敏的人居住的地方 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转发给他们 帮助到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Echo 我们下次再见咯